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比如现在随便找一个产品 比如我现在要包这个卡片了 然后你要确定一下这个屏幕上面 这个带长能不能包 能不能包得住这个产品 长度够不够 首先我们要量一下这个产品的长度 长度只有55 55它走也可以 试一下 走一个带子出来 走一个带子出来 然后看一下 它带子能不能放到它长平台 现在就是够了 刚刚好 刚刚能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开始确定带长已经够了 我们再试一下 位置对不对 我们包出来的位置它对不对 位置就是这个进料的位置 这个进料的位置就是配合 进料的位置跟到的位置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话 它就会压料 它就会砍料 我们要把屏幕上面这个公报 公报屏机开的 现在是开着的 公报屏机开 然后我们再按启动 启动的话它现在是待机的情况 应该有产品它就 它就启动 有产品它就启动没产品 它在这边长了 再这样过去 看看它这个产品 有没有在大的那个位置那里 不能切料 我们跟那个产品在这里 现在我压一个料 压到料 我故意压的 再出来 刀的话呢 尴尬 压到这个物料的中间 然后我们要调这个进料位置 把它往前移 往后移一下 往后移 移到这个袋子里面 你看这个刀是在这里 刚刚物料是这样切到的 切到的 然后我们就 比如这刀肯定是在这里的 然后你只能调这个进料 这个物料进的时候 往前 往后 然后调 然后调到这里 然后这个袋子就这样 刷到物料 然后我们现在要 把它射出来 好 我们现在就吃好了 我们现在包出来就是这样 还是刚刚好在中间 我们能包出来一个的话 证明我们基本上都可以连续包 现在我试在连续 好 这个就是了 全部都是一次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你就可以正常的生产 然后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生产 好 谢谢 好 谢谢